爱吃知识和奶油的朋友们,这可能是今年最让你们开心的医学新闻。 长期以来,高脂乳制品一直被认为是心脏和大脑的敌人。 但就在最近,医学顶刊Neurology发布了一项颠覆性的重磅研究,经常使用高脂知识和高脂奶油,竟然与降低认知障碍风险有着显著关联。 瑞典隆德大学追踪了2.7万名受试者,跨度长达25年。 结果显示,每天摄入约50克高脂知识的人,全因失智风险降低了13%,而与血管相关的认知受损风险更是下降了29%。 更让人意外的是,那些坚持喝低脂奶的人,反而没有观察到这种大脑保护效果。 但别急着去囤货,我们必须严谨对待,这目前只是一项观察性研究,证明的是强关联性。 研究者也指出,爱吃优质知识的人,往往拥有更高的社会经济地位和更均衡的整体饮食。 也就是说,知识可能只是健康生活组合权利的重要一环,而不是唯一的救命稻草。 为什么只有高知知识赢了? 专家推测,这归功于知识的食物机制。 发酵过程产生的活性态,维生素K2以及特殊的脂肪酸,可能共同构建了一道大脑防御屏障,帮我们对抗神经炎症。 而低脂产品在加工中往往流失了这些关键的脂溶性营养。 想参考这份健康灵感? 记住三点,第一,选发酵硬脂式,比如切打或高打,脂肪含量通常在20%到30%以上。 第二,适量,每天两片左右。 第三,致患而非累加。 用知识替代你餐盘里的火腿、培根等加工肉类,这种置患才是科学预防大脑衰老的真谛。 科学在进步,我们的食谱也该更新了。 我是逆龄研究所,关注我,带你拆解前沿医学,科学变美。 下期见。